新冠肺炎的疫情现在在全世界仍然是非常的严峻 尤其是在美国 美国已经58万2600多例确诊 23600人不幸死亡 可以说是全球最严重的 白宫首席公卫顾问佛契直言 如果美国当初及早封城 今天疫情就不会这么惨 也能够拯救更多人宝贵的生命 很多的美国人也怪说是总统川普领导无方 但是因为川普现在有连任的压力 他不但不认账 还经常在记者会上跟媒体互嗆 而白宫在今天还公布了这么一段影片 很明显的是在吹捧川普领导英明提前部署 否则美国的疫情可能会更惨 而这段影片也让正在转播记者会的多家电视台 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当场直接咔掉直播 川普是否决策太慢 导致美国疫情不可收拾 川普13号公开一段影片自清 强调自己一直做对事情 川普在白宫立行疫情记者会 无预警播放白宫自拍影片 吹嘘川普3月初以来决策明快 抗议很成功 看似川普竞选连任广告 还指责媒体做假新闻 轻呼疫情 气得多家转播记者会的电视台 当场卡掉直播 记者会另一个焦点 川普面对纽约时报记者质问 两人当场互告 最后干脆又骂媒体 总统川普拼连任 一再帮自己插汁抹粉 但美国已经有两万三千六百人 死于新冠病毒 川普究竟做得好不好 美国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杨振平编译 这对 给 谢谢大家